悠悠岁月,欲说昨天好困惑,有过多少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,昨天我还和酸菜姐在家对玩聚玩呢,今天我和酸菜姐就被对笼子里来铁岭了,昨天我还在家嚼着冻干看动物世界呢,今天我和酸菜就被我妈亲自押送到铁岭了。 反正,铁岭那家猫太多,也不差多出咱们两个,换了环境,就换了个活法,我和酸菜令人羡慕吧。 哪里? 我们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 对,要说不走也不行,我妈要去医院看病,没人管咱俩了。 我妈就放心把咱俩送到铁岭,因为铁岭那家猫太多,主人养猫特别有经验。 于是,越养猫越多,比拼多多还多。 铁岭那家猫太多,五颜六色,奇丑八怪的。 像我和酸菜这样优秀的猫,在这家一笔属于颜值担当。 这家有一只在奇丑八怪里都能排第一的猫。 我勒个去,长得真是一眼难尽,看一眼就伤心。 这家伙竟然有个逆天的名字,叫胡英俊。 心事堆上了,确实,他长了一个黑嘴巴,像胡子。 但哪里英俊了?令人非一说事。 错了,是非一所思。 他长得太丑了,我刚来的时候,看他的脸天天做噩梦。 后来还做下病了,每天看不到那张脸还睡不着了。 为什么呢? 你说,我这不是自己昨见自己的吗? 道歉!